大家好 这里是一南八百天环游世界 之前我也用过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是 孤独穿林八百天环游世界 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频道放在YouTube 我还有其他的这个一南树莓谷 所以我就把这个环游世界的节目改名为 这个叫一南八百天环游世界 今天我们讲这个我在这个丹麦旅行的事情 这座照片是我2011年在丹麦拍的 这个飞机是从这个新加坡飞往德国的 这个应该是德国机场 然后我们从这个机场呢 在这个换成一个小飞机 然后去这个去这个丹麦 那么这个照片是我路上忘了关手机了 所以这个当然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短信 这个是飞机从新加坡飞往欧洲的时候 路过阿富汗 Welcome to Afghanistan 然后是奥地利 Welcome to Austria 这个当然飞机上不关手机是不好的 但我真的是忘记了 很有趣 特别是路过阿富汗 所以我排下来了 这到德国了 Welcome to Germany Welcome to Danmark OK那就是这个就是到了到了丹麦了 所以下面这个照片都是丹麦的 这是那个丹麦的从机场到市区的这么一个 一个相当于轻轨吧 但是不是他跟这个地铁系统连在一起的 也买了一个这个City Pass City Pass 在城市里都可以都可以坐的 我们去的是这个丹麦的首都这个哥本哈根 好这个是到了丹麦的地铁系统里了 他当地的这个地铁还是这些老房子啊 这房子可能都看着都像有百年历史了 这都是他的这个 他到处的这些东西都是感觉感觉都是很有历史的 你看这个上面铜都这个泛着这个绿光啊 氧化很久了 丹麦人这个北欧人啊 你喜欢晒太阳啊 跟我们住在这个亚洲的人不太一样啊 因为他这个阳光比较稀少啊 也冬天很长 北欧嘛 然后夏天很短啊 春秋天的又下雨很冷啊 所以他就是这个夏天啊 气温稍微高一点 出来晒晒太阳啊 补充一下这个维生素B啊 看这个门也是很有这个 这种古典的气息啊 他们的人很喜欢在这个露天晒着太阳吃饭啊 在在亚洲啊 特别是在这个新加坡是不敢不敢想象的啊 新加坡倒是也有外面外面吃饭的 都是要打上伞 然后旁边给你吹上这个风扇啊 风扇里甚至还加了这个水水雾啊 使这个你更变得更凉爽啊 绝对不会这么指着晒着太阳吃饭啊 好 这是这个丹麦的街景啊 这些房子估计都是都是有一定岁数啊 可能可能比我爷爷还要大 这是一头像啊 是一些建筑的照片 就来到丹麦就还是很有趣啊 丹麦的这个大使馆人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当时是这个申请了这个申根签证嘛 然后呢这个我们先去的德国大使馆 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先飞到慕尼黑啊 然后结果那个德州大国大使馆说 你这个飞机票是最后是飞到丹麦 你要去丹麦申请啊 就我们到了丹麦大使馆呢 丹麦大使馆的人跟我们说 说是你应该去德国大使馆 因为你是在德国入境深耕的啊 那么入境欧盟的 那么但是呢 他说那就你不需要再跑一趟了 我们丹麦就帮你大使馆就帮我们办了啊 所以他们人挺好的 否则呢就是跑来跑去啊 所以我们跑了两次啊 先去德国被拒啊 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丹麦大使馆 给我们办的签证 这个好像是他一个空中的一个 什么是一个太阳能装置吧 看来好像是吸收太阳能的啊 他这个北欧很注重环保 啊果然是太阳能装置啊 当时这个2011年啊 这还是挺新鲜的啊 那时候都这东西不多啊 现在当然是经常看到了 那这个这个其实是一面墙啊 但是画的很有立体感感觉你感觉好像是一面墙啊 这个是一个一道门啊 其实不是啊 就是他就是一堵墙 通过这个绘画产生这个一个立体感 这个是墙上装的太阳能板啊 吸收太阳能的啊 北欧这个特别特别注重这个环保啊 以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关于环保的这个有趣的照片啊 还是太阳能板 但是这个这个其实太阳能吸收起来其实挺难的啊 就跟那个植物植物一样植物你看 别看你晒一天啊 光合作用其实他他所积累的能量其实很少很少的啊 那么这个太阳能板也是一样啊 他其实不太能满足这个人类的这个大功能 大量用电啊 他当然他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吧 然后丹麦你看这个自行车非常多啊 这可能是我 我离开中国以后见到这个自行车使用率就是第二高的国家啊 可能现在丹麦人使用自行车的频率可能已经超过中国了 因为中国现在城市化很厉害啊 那么这个自行车用量又要少啊 大多数人都是用可能用这个电动车代替了 你看丹麦他我估计这十年他也没怎么变啊 就是还是还是骑自行车啊比较多啊 晒太阳啊 穿着这个比基尼晒太阳啊 这个建筑也也是挺老的啊 他们建筑虽然老啊 但是维护挺不错啊 无论是文 无论是这个外表还是这个里面都维护的相当不错 那这个这个建筑啊 很古朴啊 但是非常漂亮 丹麦的水果啊 在街上麦的水果 就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欧洲的汽车啊 日本是本汽车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改良式自行车啊 前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装小孩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三轮车啊 这个应该是那个 这个 嗯 好像是 情趣店吧 花人的店啊 福禄寿 这个你看他这个 他这有点像北京啊 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 藤蔓爬满了这个墙壁啊 这是一间那个7-11 这边有一个讨问啊 上面爬爬爬爬这个这个很多很多植物啊 爬在墙上 他们自行车外面连这个框都是这个 呃 都是个藤来编的啊 这样就是更加环保啊 不需要生产那个塑料和金属框啊 这个是 丹麦的一个中央车站啊 应该是一个火车站也是个地铁站啊 周围外面就是很多很多自行车 很多人从这就是搭车 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地方工作和学习啊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用这个自行车 还是啊 这个框很多 这框给我想很深啊 这是他这个车站里面啊 我们是从这搭车要要去这个也是去呃 城市附近啊 呃 一些观光点啊 需要从这搭车 这个是应该是好像是这个厕所吧 啊 虽然这个他写的是这个丹麦的文字啊 但是跟英文也差不多 英文是toylet 他这个是toylet 我不懂他怎么他怎么多啊 我是用英文的去去读他的印啊 但是这个派对人也太多了 你看他这个建筑啊 可能有百年了超过百年了 但是 还维护的非常好啊 没有什么破损的地方 好 这个是车站 是丹麦的饮料 丹麦饮料非常贵啊 他这个你看他这一瓶饮料都卖22 这个应该是单卖当地的钱啊 他他当时好像当时还没有用欧元 现在有没有欧元我也不清楚了啊 但当时还还是就是这个当地的货币啊 划算下来应该是几欧元啊非常贵啊 等一下我解释为什么这么贵啊 还是建筑啊 还是建筑啊 去欧洲其实看建筑可能比较多啊 好 到了一个一个花园啊 这里是好 我记得这里是应该是那个什么 天鹅湖的 还有那个 什么 美人鱼的那个那个故事啊 就是那个安徒圣童话的那个地方 是那个天鹅 丑小鸭 这里还有很多一个游艇啊 的锋利发电设施啊 这是那个 美人鱼啊 很多人在那拍照啊 有一个欧洲人也是跟我亚洲人一样啊 也需要跟他一起 一起这个 站在一起合影啊 甚至把小孩抱上去 美人鱼 其实他的铜像不大啊 你后面还有一艘船的人开过来 要要看一下这个美人鱼 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是六月份啊 六月初啊 所以天气还有点冷啊 这个 夏天刚刚开始啊 这是一个炮台啊 很多炮弹在这里啊 当年大炮铜炮都放在旁边啊 这两个小孩现在应该都长大了啊 过了就过了十年过去了 这个好像是胜利女神吧 花园啊 海王 波赛东 旁边还有一些潜艇啊 军用潜艇展示 靠近海边了啊 丹麦是这个 北欧国家嘛 韦国家都是靠海的 这个是那个 大卫啊 同向 广场 什么广场我已经记不得了啊 好像可能是丹麦的这个王公吧 丹麦好像是这个 国王 国王还在 还是一个 他虽然是这个 有这个民主制度啊 但他还是这个有国王的 那是王公啊 他这个北欧啊 他这个建筑啊 这有有就有点受那个 东正教啊 那个那个建筑的影响啊 北欧北欧就是不是不 其实不只是俄罗斯有这种建筑啊 这个丹麦也有 当然他不是很常见啊 丹麦主体还是那种 就是欧洲大陆的那种 西欧那种建筑 很多汽车车啊 啊 这个丹麦也生产这种这个巧克力啊 当然比利时是最有名的 但是丹麦也不少 距离也不远 哇 这个地方就人非常多了啊 他这个地方就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 这个 有点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 但不是啊 去北欧的 其实他的这个 首都都有这个类似的东西啊 就是 因为他都是台北欧首都 一般都是那个港口嘛 然后那就是 有这种有这种人工的这个运河河道啊 有点像 像维尼斯一样啊 但是他这个 没有维尼斯那么那么那么细小的河道啊 真是比较公正的 今天已经成为这个旅游胜地啊 你看这多少人旅游啊 当然因为他这个他这个 北欧他的旅游季就是这个月份啊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非常多 两边都是吃饭的地方 丹麦女孩啊 他这个这个运河两侧这种彩色的房子啊 这种这种风格 到了荷兰啊 或者到了这个一些甚至南美洲的一些这个西班牙殖民地啊 荷兰殖民地啊 都能看到这种这种风格的建筑啊 就这种风格 都到后来我到挪威城市 海外城市也是这样啊 所以北欧其实他这个风格有点类似啊 他的港口都是这样的 包括你看新加坡河啊 如果你来亚洲看新加坡河啊 周围也有点像啊 但是可能色彩没有他这么这么多 丹麦人真的很白啊 你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像国内的某些景区啊 就是他这个世界越发展啊 那就是这个大家的生活方式就越相近啊 你看这个角度看啊 你说他是这个丹麦啊 你说他是挪威啊 很多都可能 你说但是南美洲都可能啊 因为那个时代这个港口城市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房子啊 现在Y798的 海量的自行车啊 肤白的这个丹麦人啊 哦 这是 丹麦女生 不要开放啊 他们在这个 我其实无论男女啊 他们就是在这个草地上 直接直接这么这么晒啊 就相当于在海边晒一样啊 很多公园里头都是这么晒啊 他也不在乎你拍 当然你别凑太近 你看还有穆斯林啊 就是20121年的时候穆斯林就开始有了 现在据说更多啊 就是穆斯林往欧洲移民嘛 欧洲绿化的问题啊 其实这个欧洲基督教跟这个穆斯林同源的嘛 所以这个也别分这么清楚了 大家都骑自行车啊 年轻的老的都骑自行车 丹麦有很多这种像啊 可能跟他这个城市 是不是他城市一个吉祥物 哎 这个是 是模仿巴别塔吗 这一圈一圈上去的啊 挺精致的 这应该都是很很老的建筑啊 今天你再修 反而修不了这么好了 那你说那你说这个社会 社会是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其实社会是进步的啊 那就是说社会越进步呢 就是说人们越关注这个 一些这个啊 跟自己相关的事情啊 人类就是越解放越自由嘛 他就不会就太集中力量去修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建筑啊 对于你修完这个跟他就没什么关系 所以最近来会发现说哎 怎么古代的工艺反而好啊 其实不是啊 就是说古代人在这方面比较比较比较用心啊 现在人就没没用没用没那么用心 那你不能说现在技术不如古代啊 那肯定不是 就是人人们用心的地方不一样啊 这应该是那个教堂内部啊 也是也是非常奢华的一个一个 也不是奢华吧 就是说这个 这个内装内装饰啊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考究啊 非常非常精细啊精致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你今天在在在绣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一般可能就一个是你可能工匠都不一定好好找啊 因为没有没有这个需求了吗 需求比较少啊 那但过去那个年代可能这个需求就比较多啊 看他这个风琴 我天 是木头加金属做的啊 这外壳是木头的 你说这这得花多少钱 多么精致啊 你看他这个木头上雕的啊 真的是 是打磨的花这个花多少功夫啊 下面有两只像啊 刚刚跟我说这个像可能跟这个丹麦 或者跟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城市有关啊 你看这个像也是非常精致啊 他上面那个那个座垫啊 可能可能都是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还是什么 非常非常精致 这是他的介绍啊 就是这个这个转圈的塔最上面是什么一个 有一个一个一个人啊 小金人 这个咱也看不懂了 这出来再拍一张照片 上面就果然有个小金人 你交了钱就可以上去啊 那一圈上去上面都是有人的啊 我呢一个是为了省钱 一个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 你没爬啊 下面找了一下 上面能能这个省望这个城市的风景啊 很不错的 这应该是一个丹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啊 这个这个真的这个这个塔真的非常漂亮啊 我当时相机不错啊 我当时相机不错啊 拍什么清楚 这是一个中国超市啊 中国城 回到车站啊 回到车站了啊 这么多这个 这个自行车 定制框啊 哇 非常多的自行车啊 我能找了个角度 你感受下多少自行车啊 其实不其实不止这些啊 还有周围还有很多 你看看 哇天哪 非常夸张啊 非常夸张的啊 好是回到这个我的当时这个旅店啊 是我的旅店 我当时都是住这个清洁旅社啊 还是他的厨房 这是我们买的一些这个食物啊 番茄酱啊 牛奶啊 饮料什么的 薯片 还不是薯片 面包 吃点早餐 啊 丹麦美女 这个是车镜的这种反射的这个 这个建筑的样子啊 丹麦真的美女挺多的 这挺有意思的啊 这好像是麦当劳的标志啊 但是反反过来挂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两个旗帜 这也不可能是挂反了呀 这是因为他这个啊 他的夏天是有一点点急昼现象啊 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这个白天白天非常长啊 都晚上八九点了 天还这么亮 年轻人就在这边聚会啊 我在丹麦发现有这么在这么几条街道里面 哇 就可能是丹麦全城的年轻人来了一半吧 有上千人啊 在这在这聚会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是其中一个点 各种各样的点啊 有这个有音乐啤酒 你看这是一个好像这种啊 给你这是一个室外低厅的感觉啊 室外夜店的感觉 dj都有啊 估计这个正在搭架子啊 不知道上面会摆什么东西 好多好多年轻人啊 男男女女都有 这是音乐设备都有 真的真的是上千人啊 你就这这边就是可能这边比较便宜吧 因为他不需要建筑嘛 然后这个可能酒水比较便宜啊 限制也比较少 所以随时可以进出啊 如果你弄在室内的话 就可能就是呃 人数有限吧 也首先也啊 有些会比较也有些限制啊 唯一的不好就是这个厕所比较少啊 大家上手就要排队 有时候这个街角就能闻到尿味啊 有时候就可能直接尿在这个街角了 这是一个一个大巴 什么弄成一个酒吧的样子啊 穿黑丝的啊 这这有有头脑的人啊 在这不剪酒片去卖钱啊 这真的这个你别小看这个生意啊 这个这个在单目在北欧啊 就是你把这个罐子送回去回收 其实拿的非常多啊 但是一个罐子可能会拿到人民币几块钱啊 因为他买的时候就比较贵 他就买的时候就把这个算回去了 还有一个机器啊 你自己可以把它投进去 然后是回收钱 当然这个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 嗯 机会比较多啊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没有放回去 那么你把它捡了 你看比如他这个袋子里能装了几百个啊 一百多个那可能你那你可能就是人民币 可能就几百块钱啊 就够他也吃喝几天了啊 这个也挺有头脑的 就这么一个人 人非常多啊 还有人坐在二楼啊 很多女生啊 这些人都其实你别看他们看起来好像啊 好像这个打扮挺成熟的啊 其实岁数都很小啊 因为他们这个嗯 洋人险碎是大啊 你看这些可能我估计可能十三四岁 最多十五岁啊 看起来可能就是像就是像亚洲人可能看 像十八九的 其实其实没这么大 你看撒尿啊 因为很多人就在街边撒尿 所以你说洋人素质有多高吗 其实也也也不是啊 这总总是有这个亥群芝麻 你看这个这个到处丢东西啊 也是非常非常脏乱啊 所以就人一多啊 总是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就素质这种事情 就是实际上是人少的时候可能体现的 人多的时候就不容易体现 人多的时候就是法不得众嘛 可能就乱丢了啊 但是在单卖你这些都是钱 你可以捡捡了可以卖钱 这个就是因为商业所人太多了 所以他有这种这种一个装置啊 就是你可以在这上 那旁边人看就看不见你 看不见你的这个隐私部位啊 但就实际上就是等于在等于是啊 当了别人面小便了 但这样就是加快速度 这是烤肉 然后做成这个汉堡 当地人的生活啊 像这个就是有点像夜店吧 烟雾缭绕 然后音乐 旁边啊 楼上还有还有两条腿 你们看到没有 在这四条腿啊 做的都是人 我一直就说啊 其实这个夜店 其实就是这个古代祭祀的一种在线啊 你古代祭祀实际上就是又唱又跳 然后底下一堆人喝了蘑菇汤 然后喝了蘑菇汤 蘑菇汤可能有神经毒素嘛 就跟跟嗑药一样啊 虽然咬脱化脑的 今天人们就是夜店嗑药嘛 古代人就是这个在祭坛上咬脱化脑 然后然后吃吃毒魔 吃那种毒蘑菇啊 差不多就是人过了几千年 其实上半年生活状态就差不多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电脑手机啊 但是你当你释放心底 这个最最最最底层的这个欲望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的 生活方式差不多 这个是这个清洁旅社啊 他给隔了很多很多板 当时是我带我太太去啊 就可能就不能睡在一起了 他都隔开的 你看这个街道这么脏 他的地铁也是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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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你今天在就是十年以前 可能中国可能可能也是这样 但现在你的中国肯定不是会这么脏 都非常干净 那就非常干净啊 现在中国就越来越像这个日本韩国啊 就到处都很干净 当然丹麦克今天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估计改变不会太大啊 因为他们已经很大 就发展了 他的社会就直接做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去那个丹麦的这个 加世博啤酒的这个总场参观啊 加世博是丹麦的 我还一直以为是英国的 所以看照片想起来是丹麦的 他这是个酒吧啊 就可以可以坐在坐在空中喝酒 桌子都掉下来的 椅子也掉下来的 你可以坐在空中喝 这些都是可能给人做的啊 刚才这个也是可能给人能给人做的 坐在那边一边一边坐一边喝 还有吊窗啊 这是他的这个加工厂 比酒瓶 这是他的大楼 他其实呃 历史很悠久了啊 他这个 他是他可能之前的那些老建筑 他这个酒应该有上 也有上百年历史了 他之前的这个老建筑 这可能是他这个之前的这个创始人啊 还养了马 1811到1887 这个酒可能有200年了 因为今年是2022210年 我去的正好正好人啊 不对那啥初生年份不太可能对 那应该是可能不到200年 工厂 用酒啊 参观工厂 老汽车 马亭拍了呢 他他们自己公司养的 这是他一个博物馆啊 讲这个丹麦 他现在历史的 人类活动历史 人类活动历史 他很早以前就是人类居住啊 他出口的一些金属金属石器 石器铁器啊 非常细致啊 我特别比较喜欢逛博物馆啊 每一个地方如果博物馆 门面要不太贵 我就去我就一定要去啊 他后来这个丹麦成为这个海上强国以后啊 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黄金做的这种东西 好 从博物馆出来了啊 家长的车 要结婚 还帅拍婚纱 建筑还是很漂亮啊 欧洲还是要看建筑 你看这个建筑 我估计不知道具体年份啊 估计怎么也得一两百年了 保护的这么好 这个建筑有点 这人坐在游艇前面啊 够危险的 这是好像是回到那个上午那个市场啊 而且这个是第二天了啊 这这种跳到市场 啊 再买照片真多啊 还没弄完了 这个是个博物馆啊 这个是我应该是上一个建筑的顶部啊 就是不是昨天那个那个建筑 也是挺高的 也是可以看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哥本哈根这个城市啊 中国饭店 自行车放不下了 双层 这个就是做这个 做这个车去回机场啊 那当时是这个免费的这个internet 当时还是很罕见的啊 现在当然很长见了 到机场啊这个是这个 呃 刚刚我今天提到这个丢瓶子这个机器啊 把你的瓶子丢进去 一个可以可以推不少钱的 一个瓶子有时候可以推出这个五毛一块欧元都可能的 他这个上面有个标志啊 这个旋转的标志啊 两个箭头就是就是可以去退钱呢 那我最喜欢吃这种 我都这种黑面包啊 醋凉 又到机场了 那我们乘搭这个 这个斯堪蒂娜维亚航班啊 从这个丹麦飞到这个挪威去啊 好起飞了 跟丹麦说再见了啊 丹麦就是这么一个海边城市啊 这个不是丹麦哥们哈根 都是我们之前玩过的一些地方啊 我现在的空中看看的非常清楚啊 当地的天气很好 因为这环境非常不错 你看看这个城市周围的这个水 水非常多啊 淡水非常充足 好了 没了 终于讲完了啊 谢谢大家